宾头颅 波罗堕尊者的故事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宾头颅 此云不动 明也 波罗堕 此云立根 姓也 别一云宾堵罗拔罗堕舌 弥陀略解缘中超这位尊者 宾头颅是他的名 意思是不动 波罗堕是他的姓 意思是立根 他在僧团当中是受英末法公 福田第一 宾头颅 波罗堕尊者怎么受末法公呢 奈耶律有一个公案 说有一位树体长者 家里巨富 他做了一个沾谈波 沾谈是一种项目 类似于沉水箱 非常昂贵 实际上这个波是不如法的 比丘都是用铁波和瓦波 是不能用木头 金银波的 树体长者叫人将这个波置于沙杆顶上 向大众说 谁有神通力 能取得这个波就给谁 一般来说 那么高的沙杆 如果没有神通是取不到的 宾头颅 波罗堕尊者当时在山里修行 正在补衣服 天眼摇见这回事 他就把补衣服的事暂时放下 将针叉在山垛上 成神通过来了 但他没将线安置好 线也随着他一起飞过来 一下子就把太阳光都给遮蔽住了 使得那个城里变得很黑暗 老百姓们就非常害怕 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天黑了 他陷了神通 虽然将那个沾盘波取回来了 但这个动作太大了 惊扰到百姓 于是就有人汇报到佛那去了 佛就呵责他 施令他不得入涅槃 留身久住 应莫是功 为大福田 就是让他久住世间 尤其是在末法的时候 为众生做大福田 一般世间有涉千僧斋的时候他都会来 或者上座 或者中座 或者下座 一般人都认不出来 但有经验的人会有一个勘验他来没来的方法 就是在座位下面铺一些鲜花 如果拼头颅尊者来坐的位子 下面的花是不会枯萎的 这里讲一段道安大师的公案 道安大师由于经常参加翻译经典 尤其是注解经典 就唯恐自己注解的法义不合佛理 曾经发过一个誓言 如果我所注解的经义跟佛理没有多少差别 就愿建锐相来证明 当天道安大师就做了一个梦 梦见一位泛僧 头发全白了 眉望很长 对他说 君之所住 书何道理 我不得入泥环 住在西域 当相助红通 可时时设时 这就是拼头颅尊者的视线 所以拼头颅尊者不仅是不入涅盘 因或是功 而且还经常在暗中帮助这个世间的祖师 大德 比丘们弘扬佛法 这个公案在广律里是有记载的 慧远大师读过时送律后 知道他的老师道安和尚梦中所见的原来就是拼头颅尊者 就在斋堂专门立了一个座位给他 从此僧团斋堂都以此设座 后来这个座位立给布袋和尚 那是唐五代以后的事情 唐五代为什么立布袋和尚 是由于他有一次上斋堂 直接就坐在方丈和尚的位置上 那太不懂规矩了 僧执师就叫他下来 他就不下来 僧执师就抓着他的耳朵 要拽他下来 僧执师拽着他的耳朵走了很远 以为已经将他给拽下来了 谁知回头一看 他还坐在那里 你走多远 这个耳朵就有多长 正在这时 方丈和尚来了 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位圣人 于是赶紧道歉 请布袋和尚坐在上面 方丈和尚在对面令设了一个座位来用斋了 从这个公案开始 斋堂的这个位置就立给了布袋和尚 原来是立宾头颅尊者的 佛特别说了一部请宾头颅经 就是讲请宾头颅尊者的遗鬼 比如要在境处烧香 礼拜等 宾头颅尊者住在南天竺的玻璃山 在迎请时要朝那个地方顶礼 至心称名 有一句请尊者的话 大德宾头颅波罗多士 受佛教赤 为莫法人做福田 愿受我请 于此处时 在西域 天竺一带 过去无论是请大众僧 公迁僧斋 都会礼请宾头颅尊者 或者有新建好的房舍 也都会请宾头颅尊者 先到这个地方住一晚 甚至请大众僧僧团来沐浴 也会先请他过来沐浴 请的整个过程都要置成恳切 无论看到与否 一定都要不怀疑 有时候新房舍给他准备的床铺 第二天一看 还真的就有睡下去的痕迹 或者屋子里面的水什么的 是有人用过的状态 据说有一位长者 深信宾头颅尊者会应公 就设了一个公僧的大会 并不花艳之 结果搞了三次 花都枯萎了 宾头颅尊者是不是就没有来呢 到第四次公僧斋时 这位长者还是非常致诚恳切 他看到有一位穿着很破旧衣服的年老比丘坐在上手 就问道 我以前也设了三次僧斋 不知道宾头颅尊者来没来 老比丘说 都来了 进不来 在门口被门卫挡住了 实际上说话的就是宾头颅尊者 他说 我第一次来时被挡住了 我觉得这里有长者请了我 必须得进去 就想强行进来 结果那个门卫用棍子打我 我头的左翰都被他打破了 正在升窗 第二次射斋 我又来了 又被门卫打 又翰又被打伤了 第三次又来 额头前面被打伤了 这第四次才勉强进来了 这就是说 尊者四次都来了 这个长者听了后 生大惭愧心 就立了一个规定 公斋时要是无遮大会 为什么叫无遮 不能遮止任何一个人 这是大平等的心 如果有分别心 可能就与圣人当面错过 这些圣人往往就看有没有分别心 宾头颅波罗堕英末世之功 对众生确实是很重要的 因为能攻到一个阿罗汉 种的福田就很大 但这里不要看走眼了 不要看人打挂 一定要有平等心 佛世非常的慈悲 因为末法的众生福德浅 想要培养福德就得要让他去做布施 做供养 我和家业就很有慈悲心 专向那些贫穷的人去脱拨 他有一次看到一位老婢女穷困潦倒 就向他说 你要不要将贫穷卖掉 尊者怜悯他 想让他改变这种境况 婢女说 贫穷怎么能卖得掉 一定能卖掉 你想不想卖掉 他说 我愿意卖掉 那怎么卖 你有没有东西 我什么都没有 没有也可以 你有干净的水没有 这个贫女就将干净的水供养过来 我和家业接受了并喝了下去 当天晚上 这个贫女就已供养一个阿罗汉半波清水的福报声到了天上 所以 怎么能将贫穷卖掉 就是要不失 以致诚心去供养 不失一点水 都不得了 释迦牟尼佛指令宾头颅波罗多不要入面 真实利益末法众生甚深甚大 所以四众弟子 特别是优伯赛 优伯以及社会人士要去供僧斋 尤其是发大心供迁僧斋 如果宾头颅波罗多尊者到这一座 那福报不得了 但宾头颅波罗多尊者最终也是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 他在这里所实现的 是让我们透过种福田积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资量 这也是敬业三福的内容之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次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日后的感慈所 realization 在日子有点多论 至于없与好感觉 两个颜色